如果不找妻子了 他不理解就算了 他愿意走就走吧 自己带着儿子去治病不行吗 为什么非得等到他同意 等到他回来才能带孩子去治病呢 孩子的病耽误不得 他对这个家庭也付出了不少 但是他有修女儿呢 真的让他没在外面 我也不放心 治病的钱 现在家里都在谁的手上 都在妻子的手上 所以他离家出走 不光带走了小女儿 把家里的钱也都带走了 这儿子为什么又跑了呢 就是到现在我也闹闷这个事情 他又让我救他 他发现又跑了 我也在闹闷这个事情 我又在 那您不担心他吗 他身患重病 他可能也在要挟了 他好像 我又让你救救我 我又做不出决定了 他是不是也在用这个要挟了 我又在怀疑 你给我的答案 其实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因为你把儿子想的是 比较不太好 不太可爱的那一面 你说他会不会是要挟你 我也在想你 儿子会不会是另一个想法 他可能不希望看到 你跟妈妈两个人 因为他这件事情 而闹得不开心 妈妈带着妹妹跑掉了 他有没有可能是 为了让你跟妻子和好 他才想要躲避起来呢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 你真心想要找到他 真心想要救他吗 真的想救他 我这几天都在四处找他 因为他不做吐息的话 他们的生命维持不了多久 妻子突然离开了 儿子也消失不见了 现在宋先生真的是面临着 两难的选择 一边是身患重病的儿子 一边是柔弱的母女 他们去哪了呢 我们又到底该去哪找他们呢 宋刀斌告诉我们 平时儿子宋小都是和奶奶注意些 如今可能只有奶奶知道孙子的下落了 对于患病孙子的下落 年末的奶奶表示并不知道 而当我们问奶奶儿媳妇的下落时 奶奶却很肯定地告诉了我 那你带我们去找他好不好 我可求 我吃不定了 奶奶的反应让我们感到很诧异 奶奶为什么不带我们去找儿媳妇呢 在这对婆媳之间 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隔阂呢 在向周围邻居打听之后 我们得知 季朝美在滋补只有一个亲阿姨 她很可能就住在她的阿姨家 开门这位是季朝美的阿姨 在她的允许下 我们见到了屋里的季朝美 季朝美一开始非常反感我们 可后来却撕心裂肺地哭了起来 听到季朝美的话 我们实在难以相信 为什么同样是为人父母 父亲亲尽全力去救儿子 而母亲却是这样无情的反对 甚至要挟说永远别见女儿的狠话 究竟季朝美 为什么如此反对丈夫给儿子配刑呢 画面中季朝美的态度 实在是让我们无法理解 儿子身患重病 同样身为父母 为什么母亲坚决要阻止丈夫 给儿子捐身治病呢 这身为母亲的季朝美 又是怎么想的呢 今天她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现在我们有请她上场 有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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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